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就選舉條例中 21歲才可以參選立法會的規定 申請司法覆核 被高等法院拒絕 黃之鋒表示尊重法庭裁決 未決定會不會上訴 GD情報道 現時19歲的黃之鋒 去到高等法院領取書面判斥 他早前入稟挑戰選舉條例中 21歲才能參選的規定 法官歐慶祥頒下判詞 不接納黃之鋒所說 18歲有投票權就應該有參選權 認為兩者的性質不同 尤其在公眾利益上 有著重要而且明顯的分別 因此沒有理據 將兩者去到進行比較 又表示歐洲委員會建議 參選年齡不應該高過25歲 因此香港將限制定在21歲 是合理的做法 亦都可以確保參選人 有能力承擔起議員的工作 判詞又指 法庭只是有權 就一些不合理的法例去到作補充 但是不認為黃之鋒一方 提出了合理可爭辯的論點 又指立法會選舉屬於政治議題 有關的爭議應該交給立法會處理 而不是法庭 黃之鋒尊重裁決 但是不認同這個是政治問題 未決定會不會上訴 如果之前的司法覆核或者法院 都曾經是聖透的司法覆核 是令到坐牢的人都能夠在監獄裡投票 是爭取一個投票權 我會覺得去爭取這個參選權 和投票權平等 由21國到10國都不是一個很政治化的問題 這件事理應從我的觀點來講 是在法庭裡比較適合處理的 他又說法庭的決定不影響香港眾志 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部署 《NOWTV》記者朱子晴報導